好大家这个小伙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个周上一财选的告知 这个说一个通知 本周呢本周日呢没有这个抖音的直播 也没有那个流汉的直播 明天我就外出了 所以呢明天呢明就是明天周四嘛 明天周四呢应该也是没有那个收平的 没有收平 因为我在外面也不方便写 所以周四是没有收平的 周五是全天不在线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没有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这种可能对市场的这种就是提示吧 对吧因为在外面不一定方便到时候只能看情况 所以呢不保证啊 呃然后呢周五呢 我们周五不是有一节课吗 对吧周五的课也没有啊 周五的课放到什么时候呢 放到周日啊周日要等我回来 可能等你们看到课程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晚上了啊 这个就是周五的课可能也得周日晚上啊 才能够看对吧就是去这个就是看 也可能周日呢也没有那个收平啊 我可能把观点都放到这个课程当中了 好吧就跟大家说一下啊 那么嗯 反正一般我我外出呢反正市场都不太好啊 不是太好的所以呢 我也反正这个跟他说一下啊 就是因为我也不太这个不太这个外出对吧 就是出去的时间少啊就是平时啊就是我说的平时 呃交易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的少啊 啊那么 这次出去呢希望是说 因为我在上一次 在上一次同样的时间点出去呢 第二年是 市场 其实就这么说吧 其实就是2019年 第二年市场就开始了向上 对吧希望搞搞迷信活动吧 这次去同样的地方 这是去一个同样的地方 嗯 从这个明年吧 对吧 站在明年的角度上 希望这个市场能够 有比较好的表现啊 那当然这个都是题外话啊 嗯 那我们回到回到市场啊 因为今天呢 其实不是今天了 其实就是 最近的盘面其实挺无聊的 对吧 今天只有7000亿的成交量 7000多一点 比昨天又少了 对吧 就是很形象的对吧 大家都在说很形象的对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家里就一条裤子 谁有排面呢 谁来穿 对吧 谁没有排面呢 就这个 光定在家里 就就现在这个市场 就这样的情况 当然你说7000亿的成交量 肯定是 就是 嗯 连防守我都觉得很难 对吧 就连防守都很难 反正就是轮啊 就是各种轮 哎呀 一会儿这个消息出来拉一拉 一会儿那个消息出来拉一拉 就这种情况 对吧 反正就是 你只要你的股票拉起来了 各种卖肯定就是对的 我今天也是各种卖 对吧 那么今天呢 嗯 就是因为现在行情比较无聊了 那无聊呢 呃 交点东西啊 就无聊呢 就交一点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偏短线啊 偏短线啊 偏短线的 就是 嗯 你自己去感觉一下啊 就你特别做短线的人 你要感觉一下 呃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呢 就是 应该怎么做 对吧 或者说你想做的时候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啊 只能是这样就交点东西啊 那么交的东西放在后面啊 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课程啊 那 昨天我在写收评的时候说了 我说今天这个市场 如果能够保持震荡 就是烧高香 对吧 实际上今天就是一个震荡 为什么呢 一个呢 是 昨天我看这个成交量也说的很小 说的很小的成交量呢 其实它是有 就是有 有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如果成交量很小 对吧 就是这种调整的成交量也很小的 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 里面的资金也不愿意割 因为量很小啊 里面的资金也不愿意割 大家都是躺平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容易形成一个什么 就是 短期的反复 就比如说 调一调 然后呢又反反弹一下 然后有可能再调一调 那么它就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横盘状态 对吧 等到横不住了 啪 就会掉下来 就是横不住的时候 它就要掉下来 对吧 那现在看 掉下来的概率很大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量 你说 缩量调整后 可以期待反弹 但是反弹依然是缩量 那就代表什么呢 就是 连反弹参与的资金都很少 那么这就麻烦了 一旦是说有 这个 因为现在还有高位的品种了 就是现在还有那个叫做 防守型的品种了 对吧 煤炭啊石油啊这些东西对吧 包括周期啊 前面的电力啊等等 反正还有这个防守型的东西 那么防守型的东西呢 我们又把它当做叫做 抱团品种 因为现在市场只有7000亿的成交量 那么也就是说 抱团这个东西就这样的 这个昨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情况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啊 昨天正好我在其他地方讲课说了 昨天比如说煤炭啊石油啊 对吧这些东西还在还在抱团 对吧 包括昨天电力 我昨天说了 我说今天电力可能要分化 对吧电力可能要分化 那今天电力开始分化了 对吧 整个电力开始分化了 那么后面你不知道 就是因为抱团这个东西就 比如说刚开始是10个人抱团 然后呢慢慢有五个人退出了 然后五个人抱团 最后三个人抱团 两个人抱团 到最后就瓦解了 对吧 就一个人就不叫抱团了 对吧 就是然后就瓦解了 所以呢 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随着抱团的瓦解 因为它们是权重类的东西 它跟指数还是正相关的 所以你随着抱团 如果说是出现最后的补跌 就是我们讲的瓦解 那不排除上证指数 也还得再下一层 对吧 也还得再下一层 所以从这个指数的层面上来讲呢 所以 嗯 一方面今天没有站上3115点 就是那个墙落分水里 其次呢 你看创业百分子数 对吧 创业版 这个生存值 都依然在五六均线之下 一直在五六均线 你看这个中心就是很明显是下移的 对吧 就碰一下一下来了 那么在下没有成交量 明天呢 是那个应该是新加坡A50的棋子交购路 所以包括今天实际上市场也很小心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吧 就是因为 当你看不到向上的动力 因为所有的向上动力都是来自于 你需要有成交量来支撑的 当你看不到向上的动力 就意味着要向下 它只是用什么方式来向下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能够百分之百拆 就是你说啊 明天是不是来根大阴线 中阴线 没有办法拆 到底那根阴线什么时候出来 对吧 也保不起 这个星期可能就是这样 很尴尬的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说缩量的震荡 到了下周 对吧 因为下周就端午下长将 到了下周给你来一下 碰 端午节前给你来一根中阴线 那也很讨厌 对吧 反正我跟大家讲过了 A股挺有意思的 各种节 其实都是要市场来出钱买单的 对吧 3174呢 现在出在情人节 对吧 就是那个这个520 对吧 那么 呃 就是 然后 是不是端午节这个地方 还是 要让市场再买一次单 就是 现在 确实不好说 对吧 但 作为你在市场当中 就是你不能去猜 到底哪一天会出现中阴线 或者又 下一个台阶 对吧 就破位下了一个台阶 因为为什么呢 指数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割裂开 你除了看上证指数以外 你还需要看其他的指数 对吧 什么是其他的指数呢 就是 比如说 这个创业版 对吧 创业版的这个指数你去看 就是这种重心已经下移的 对吧 深层值也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 那你要说 你要让上证指数 独自走强 这基本没啥可能性啊 对吧 那么也就说 变成什么 就像 上证指数是最后补缺口的 其他的指数早就把缺口补了 对吧 就早就把缺口补了嘛 那么 上证指数是最晚把那个分子缺口 就3106点给补掉的 那么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也就上证指数也可能是最后破位的 对吧 因为上不去 反正就是 但是我们做的就是应对 你别去猜 你去猜说一定在哪里有支撑 那今年其实就是比较麻烦的就是 这个上证指数 因为我们周一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 对吧 其实今年定价的资金 呃就是在国资好手里 而且呢 很明显的就是 今年比如300啊 50啊对吧 这些包括这个发行的一些产品 他们都是偏向于什么呢 就是指数型的基金 或者说宽基这一类的对吧 然后你比如说 那种 呃 偏股型的 对吧 或者说是 呃小盘指数的 基本上 嗯 不是发不出来 就是不批 对吧 就反正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鉴于这个情况呢 因为A股确实它有很多的这种 嗯 场外因素 或者说政策面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那么它就会造成这什么样呢 就是市场的分化 上证指数的虚假繁荣 对吧 就上证指数的虚假繁荣 它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那么又导致什么呢 也就是说 其实股票跌的一塌糊涂 然后呢你看指数呢还行 对吧 你看指数还行 为什么呢 就是指数是有一些权重顶在那里 那么造成什么 指数有可能跌幅不够的 指数的跌幅不够 或者说是指数是用什么 一个区间震荡来代替了它的调整轴期 但它仅仅仅指的是 300 上证指数这些 对吧 就权重这些 但是呢 对于创业板啊 深层值啊 或者小盘古啊 中证1000啊 国证2000这种呢 就是正常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国证2000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证2000 国证2000指数 对吧 它就是很正常的走势 早就没有 就是它的低点 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来的低 它就早就是调整走势了 对吧 包括中正 中正1000 那一样的吧 对吧 就是低点在下一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反映了当 当前整个市场的情况 整个市场就是一个 大部分股票 大部分板块 不赚钱的情况 对吧 少部分的这些 所谓的红利啊 这个 权重啊 中字头的这些品种啊 这个护着指数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导致什么呢 就是上证指数 我们就拿上证来讲啊 因为上证 上证50300是一样的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就导致上证 跟双创指数 对吧 走的是截然不同的结构 就他们的结构 非常的差 那么这种 就是差距非常的大 不是结构非常的差 就差距非常的大 那么这种东西呢 就有点像 之前的 微盘固指数跟上证50 对吧 剪刀差很大 那么这种剪刀差 它会 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叫做临界点 当这个临界点 达到的时候 那又会出现逆转 当然现在还没到那个 远远没到那个临界点 对吧 但是你就知道了 今年因为国字号资金的定价 对吧 增量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些 这个显资啊 这类的 也是算于国字号的这种资金 那么 毫无疑问了 对于 上证指数 上证50指数这些 是相对来说偏强势的 对于双创指数 对吧 对于小盘股这些 是偏弱势的 这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而且呢 每每到了市场 市场的成交量不够了 对吧 就缩量的时候 那么往往是吧 就是 权重抱团 这跟去年完全不一样 对吧 跟去年完全不一样 今年更多的就是权重抱团 权重抱团了以后呢 就是其他的股票就编成 雪包 那么现在呢 因为你的成交量也就是 7000亿的成交量 所以它的抽血效应 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 就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现在是 8000多亿的成交量 如果是权重抱团 它对小票的杀伤力 要比7000亿更大 为什么 因为你本身就7000亿的成交量 你吸呢也吸不到什么血了 然后呢 包括权重呢 它里面也开始分化 就像比如说今天 煤炭石油的上涨更多 对吧 就是 还是仰仗于今天有色的上涨 就是我们讲的资源类的这些品种 黄金啊 白银啊 对吧 像什么 连乌啊这些东西都涨了 对吧 乌的位置相对比较低 那么 它们更多的就是 包括什么 这个 就是钢铁啊 对吧 更多的就是 仰仗于 有色板块今天来带的 但是呢 比如说电力啊 银行啊 对吧 银行啊这些 开始出现调整 因为银行呢 今天中午我也说了 已经短期有点走落的迹象 那么说明什么 比如说 之前也在抱团的银行品种 电力品种今天 这个分化了 对吧 那就是因为成交量的原因啊 所以你上面抱团的东西 它也会出现分化 就是你本身抱团的东西 它也会出现分化 也不是特别的强 对吧 就是说原来就是说呢 可能五四五个板块抱团 今天变成两三个板块抱团 所以就这就是因为成交量的原因 成交量的原因 那么 然后我们说回来啊 由于因为我给大家的定 就是给大家的这个定性 就是你在我这里 反正我给大家的定量 对吧 对外面 其实外面这种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 就当你看不到市场 有九千亿的成交量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考虑做股票了 因为你 赢的概率太小了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 怎么判断这个市场呢 有效性呢 就是八千五百亿 对吧 早就给大家定量了 就八千五百亿之下的成交量 你选择休息没错的 对吧 嗯 昨天有几个学员还跟我说啊 这个仓位很轻啊 有的想都想空仓了 我觉得没啥问题 对吧 你也别听别人去说这个 这个后面有什么更大的行情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 呃 因为 其实包括现在 大家看到的很多股票 会被ST 对吧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嘛 比如说信批违规啊 对吧 今天比如说那种什么 昨天有一个股票吧 那今天这个涨了 跌了百分之十几嘛 对吧 就被抓了嘛 关点防务 对吧 所以比如说这个 时空了有问题啊 或者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它都会导致这种 可能大跌或者变成ST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今年 其实管理层 对吧 所以管理层来讲 有个很重要的 这个事情要去做 就是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 清理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他鼓励你们去买 权重股 买高股 股息率的东西 其实就是 呃 我说我那天也说了 对吧 就是 其实一方面 他是希望说 厂内的投资者是做耐心资本 但同时呢 他本身又在做一些引导资本 对吧 他本身又是一些引导资本 但是一个市场 我跟大家讲 这个市场很有意思的 不管是中国股市 还是海外市场 对吧 任何 有人为因素来引导的行情 他最终都会被市场反噬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以前的 武林雍元长那一波 最后被市场反噬 那如果现在又去延续这个老路 就是又是引导 引导是最麻烦的 就是 就是等于说 我告诉你啊 你只能去那个地方 就是你只能去东边 不能去西边的 其实什么 就是股市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交易的方式来组成的 对吧 东边也可以亮 西边也可以亮 这个才是股市真正的 这个比较健康的 如果说只能一边亮 那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他当然这个是后话 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那 权宗里面的资金是不是还够够不够拥挤 现在只是在历史中位数之上 他没有达到拥挤的程度 就历史中位数之上没有达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很多的比如说 中市头的一些PR 其实位置还是蛮低的 并不是很高 对吧 但这个过程 比如说经历了这一年 比如今年下半年还是这样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因为你到了下半年还这样 他就越来越极致 因为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是单长 就是呃 就是执掌那些 不是执掌就是 一直是由这个市场当中的权重 红利来主导今年整体的行情 那我可以很明确的说 那厂外的资金是不会来的 也就是你看不到很很好的增量 因为所有的增量都不会来做 抬轿子的事情 大家记得 呃 你们记得这个放量的时候 对吧 就是放量就是放量的 涨的时候 那一波涨的时候 涨的是什么呢 涨的是券商 对吧 涨的是券商 涨的地产 对吧 都是低位的东西 就是跟跟之前抱团的没啥关系 低位的东西 还有心理员的对吧 那个时候你能看到增量 就是那个时候你能看到 诶好像放量了对吧 市场放量了 所以增量一般来讲 整体增量来讲都是什么 他会选择低位的 或者说是他不选择抱团的 我们先不说低位的 他肯定不会选择抱团的 为什么 因为你抱团的都是之前存量的资金 这里面全是获利盘 那你先想想 增量的资金怎么可能来接获利盘呢 他冲进来了 你给他了 他变成了什么 叫三顶资本了 就套在三顶上了 对吧 他就变成了三顶资本了 所以呢 管理层既想让市场有耐心资本 对吧 然后呢 又自己要下场做引导者 这个实际上是挺挺讨厌的 对吧 你索性就是让大家做这个耐心资本 对吧 那未来市场能够就一个一个板块轮着涨也行 但如果说你是这种很明显的有这种指导性倾向的 对吧 那么就会造成什么呢 就像跟当年新能源赛道一样的 那边的资金又过于拥挤 因为资本他本身都是来逐利的 他谁都不是傻子 而且现在又是个存量市场 里面都是人金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因为 因为怎么说 就是所有的资金进入这个市场 他最后的目的只有一个 是兑现 对吧 你说你买了股票 你你你买进了就从来不不卖出的 那 所谓的盈利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因为资本都是要逐利的嘛 所以其实到最后都是为了卖 那么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卖 所以增量这块 他是很在乎性价比的 就增量是特别在乎性价比的 就长挖的资金在看 哪个地方是有挖地的 那我进来 对吧 我能赚钱 哪个地方是高高在上的 我进来就是别人的对手盘 那我肯定要考虑 就像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又已经五个涨停板了 那算了我不买了 为什么 因为你怕被别人收割呀 对吧 很简单嘛 我这个东西刚刚开始成 那我搞一点 对吧 因为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可能还会长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心理都是一样的 对吧 任何的这个我们讲的资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大家用的这个方法 把手段 不尽相同 所以 当这个事情 现在又变成了存量 极致抱团的时候 会很麻烦 会很麻烦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 大家也知道 反正就是 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 比如长江电力 对吧 长江电力 他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这个电力股 主要是水电嘛 对吧 就是水电的品种 那么 也就是他的成长性肯定就是一般般嘛 我觉得成长性也就是 每年10%左右的成长 我觉得是合理的 对吧 就每年10%左右的成长合理 但是像这种品种 如果你是10%左右的成长性 给你20倍的估值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毕竟你是行业的佼佼者 对吧 给你20倍的估值 如果你的估值超过了30倍以上 那实际上他就面临着这个 我们讲的叫定价过高 对吧 他实际上如果你给到了他30倍 甚至40倍以上的估值 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 所谓的叫高股息率这个 这个 就是 呃 优势了对吧 他就变成了一个成长股了 那就是 你的长江电力变成了一个成长股 那跟高股息率 高股息率没什么问题了 他也会面临着什么 就是涨到 一定的情况下 就是往上涨 涨到一定的情况下 变成了这个 这个 呃 就是我们讲的叫土下的天花板 对吧 也就是说 估值 偏高了 或者甚至于说 为了把未来几年的估值 全给投资掉了 那我们以总市值来讲 如果长江电力 总是超过了8000亿的话 那这个 这个我觉得跟当年 海天卫业真的有的一拼了 有的一拼了 有的一拼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他现在没有加速 对吧 慢慢慢慢爬 这也行 但如果一旦是说短期加速了 对吧 你的这个市值 达到了8000亿甚至更上 上方的话 那其实就是很麻烦 这就是极致了 对吧 变成极致的暴台 那么中国神话也是一样的 中国神话也是一样的问题 同样的对吧 有没有讲过 那宁德当年达到过万亿四字 这是中国神话 对吧 然后是这个 让我们看宁德时代 对吧 其实他们现在是差不多的 对吧 都差不多的 一个是中国神话 不管站在哪个角度上看 其实宁德的成长性 都要好过中国神话 对吧 都要好过中国神话的 那么像这里的企业 你很难想象 你说中国神话变成万亿级的四字 那肯定也是透支的 对吧 一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煤炭企业 也给了他万亿的四字 同时呢 又给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估值 这种估值 就说白了 就是像中国神话这种企业 本身就不应该给十倍以上的估值 对吧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企业 那么当然 之之所以现在涨有两个原因了 第一个确实是 呃 因为这两年 这个中国经济整体是下行的 作为机构来讲 作为机构的资金来讲 他更注重的就是一些稳健的企业 就经营稳健的企业 有比较好分红的企业 这个毫无疑问嘛 因为你这个大资金 他主要是安全 第二个呢 就是来自于整整个今年市场的定价 还是定价资金还是在国子好手里 他们买的可能也都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现在很多这个 呃 就是外面可能也有很多人在讲 对吧 就是跟 拿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 包括地产啊等等这些行业 对吧 跟当年的这个 失去三十年经济动力的日本来相相媲美 对吧 或者说相比较 那么认为就是当年这个支撑日本股市对吧 走出来的 其实就是两个 这个最重要的一块来自于出海 但问题是 因为当年日本的出海 他是真的出海 对吧 那就是真的有很好的这个出海的这种 嗯 环境 但是现在的A股 或者说今年 这不是今年吗 就是现在的这个 呃 国内的这些出海 他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啊 比如说 这个老美的 这个制裁啊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欧洲的这个高额的征收关税啊等等 所以让我们这个出海啊变得不再就是不是那么的顺畅 或者说出海的一些品种 对吧 他不是全面性的 他是一些可能这个需要技术含量不是太高的对吧 人家不封锁你的 所以这些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要精挑细选的 所以从出海的逻辑上肯定没错 那后面 比如说呃 因为当你的经济转型没那么快 当你的整个经济数据 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出现这个啊 底部反转的时候 这些逻辑都是存在的 对吧 就是对于资金的安全系数的这些逻辑 就是我们讲的 其实就是防守资金嘛 对吧 不管是从出海也好啊 因为 你经济没有那么快的复苏 你肯定是吧 内需会打折扣 那么内需打折扣 你就要靠靠的一个是出海 另外一个就是要靠着什么呢 就是靠着这个稳健的一些国企央企 它能提供更好的就是流动性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市场的流动性 同时呢 能给到一些比较好的什么固定的一些风红嘛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股息率相对比较好 那么一些民营的或者说一些相对 嗯 市值比较小的企业 因为在整个经济 这个 嗯 没有形成上行周期的时候 往往对他们是不利的 对吧 或者说对他们的 业绩的波动啊 共识业务的变化 会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大 啊 影响比较大 所以这些情况 其实就是 呃 很现实的反应在现在的A股当中 对吧 那么另外还有一块呢 就是 是 但我说的就是 呃 反正我认为数不会涨到天上去 就这些东西你 你给了过高的定价 就是 不管是煤炭也好 电力也好 这些龙头型的公司 你给了过高的定价 他们终有一天会被市场反思的 会回来的 对吧 就像茅台也会回来 更不要说煤炭了 反正你就记得 对吧 你要说谁比茅台 茅台牛逼啊 不可能啊 肯定是茅台牛逼啊 对吧 你煤炭还有这个 这个 竞争对手呢 什么叫竞争对手 你海外的 海外的这个进口的煤炭 对吧 国内的这些煤炭公司 也都是竞争对手 你电力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吧 虽然都是国企垄断的 但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电力跟你做同样业务的 不是说就你一家 但茅台真就这一家 对吧 就这样相信的 就独此那一家 那么 谁也不能去跟茅台相媲美吧 所以连茅台都要这个 有这个 从王座上掉下来的那一天 更不要说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 所以现在我觉得还不到他们是哦 就是最终退潮的时候 那么从A股的历史上或者说 历史的走势上来讲 往往一轮调整 因为现在还没说调整结束了 对吧 我说包括六月份 我都觉得 都是调整周期 那么往往是什么呢 就是一轮调整的时候 到最后是什么 一定是高高在上的东西 他要有补跌 就是比如说电力要补跌 对吧 煤炭啊 石油啊 包括银行都有可能要补跌 等到这些东西补跌了 就现在还在高位的东西 补跌了以后 他才能形成新的一轮上涨的周期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更多 有增量资金来的时候 他还去玩一下低位的东西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嗯 如果最差的两个指数 就创业板格科上盘 他不能够 明显的提前见底开始反击的话 那么现在市场就是这个僵局嘛 就不能被打破 就现在这个局不会打破 因为你要破局 一定是要有新的东西来破的 对吧 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门被锁了 里面的人是冲不出去的 就里面的人是打不开了 那你要你要靠 这算门要靠谁来打开了 是外面的人 那外面的人是什么呢 外面的人就是现在 厂外拿钱的人 就是厂外 我手里有钱 我什么时候进来 对吧 就是市场的破局是需要外来者的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外来者来的时候 他很简单嘛 他一定是搞低的东西了 不会能搞高的东西了 所以当外来者来之前 高的东西要补跌 低的东西要起来 那么这个局就破了 不然的话呢 现在就是个僵局 什么叫僵局呢 外面没有钱来 里面就这些钱在里面赚 我赚来赚去 赚到后面赚不动的时候呢 就是抱团 对吧 因为里面的就是没有平衡 没有被打破嘛 那没有打破 就是就有点像老的东西 那就按照老的老的套路来了 只有等到新的东西来了 他才会什么改变老的套路呀 对吧 这个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对吧 就是你得有新的东西出来 他老的东西才会被套路 才会被打破 然后呢 因为里面现在是这个厂内资金 有中长线的 有墙头槽的 有做短线的 对吧 那么短线也好 墙头槽也好 他你现在是存量了 那么存量就是打不过我就加入 或者说现在只有这些抱团东西行 那么就 会导向抱团的 等到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那些墙头槽短线资金 他一定是什么 离开老的 去到新的 那么老的地方呢 没有了这个资金的看护 对吧 就是没有增量了 没有更多的资金了 那么他们自然就会下跌 那就是 走不出这个更好的这个上升行情 所以这就是 这个说 新老划断的一个 这个市场的这种信号 对吧 所以我们得看到 一个是要有新题材周期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双创指数 那要有明确的表态 我们重新来了 对吧 新一轮行景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依然是看不到这个情况 那么看不到这个情况 也就意味着 上升指数我说了 这个地方调整 应该是 才开始吧 感觉上是才开始调整 对吧 而且这种调整日线调整 基本上是ABC的 现在走的是A 现在这个是比1的反弹 对吧 那应该正常要端午节前要走个C的 那么完了以后再有一个横盘或者震荡 然后再有一段下跌 那才差不多 这才叫调整嘛 不然这个也不叫调整 对吧 你涨了那么久的时间了 你调整的时间不够 至少是时间不够 我们先不说空间值多少 对吧 一定是要去补缺口 一定要把这个2900点打掉 这个空间上要等后面确认 因为如果要去补2867这个缺口 就是全技术这个缺口 那对不起 现在高位的都得补跌 因为他们是带指数的 对吧 就是权重的这些东西得补跌 如果权重的东西不补跌 你也 就是或者说权重的东西跌幅不够 那你就补不了这个缺口 对吧 就这个2867的这个缺口 你就补不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从昨天开始 正单 对吧 就是正式的这个高位补跌退潮了 34.3是这个双胞胎 而且加了一根穿头破脚的K线 就是穿头破脚的K线 放量的 那基本就宣告结束了 而且今天是继续跌 那就这个股票结束了 对吧 也许他不会说天天跌 当中可能也会反弹 但这个周期结束了 就正单的这个周期结束了 那么正单周期结束 他只是代表着题材后面要形成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正单的题材 就是正单的周期 正单的周期里面包含了两个比较大的题材 一个是什么叫低空经济 一个就是涨价概念 对吧 那么这两个目前基本上都是 那当然涨价概念这个东西还有 这个就是像类似什么 金属类的还在涨对吧 那么低空经济基本上已经退潮了 然后再加上总的龙头 对吧 总腰股 总龙头 正单也退潮了 所以在正单的这个退潮周期当中 现在他是代表着一个周期的退潮 后面呢要出新的比如说有什么独立逻辑的 或者说有什么新的题材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情绪 偏情绪段的这个东西对吧 会出来 那么这是指的是个股了 那还有板块了 因为正单是代表个股的最高级别对吧 他是十倍股最高级别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板块了 还有高位板块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嗯 最近的对吧 那个叫做 九安医疗 当年的九安医疗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九安医疗嘛 放到月线吧 九安医疗当年是在这个 2022年 对吧 2022年就是4月份嘛 就见顶了嘛 然后5月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当年的大盘 2022年对吧 当时2022年的大盘 在这个地方 那就这里是算5月份吧 对吧 然后那个是 呃 九安医疗是先见的 见的顶 对吧 就九安医疗先见的顶 然后大盘又冲了一下 后面你看 也出现了调整 当时九安医疗代表是个股 因为就是 这个新冠个股嘛 对吧 就是限测嘛 九安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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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对吧 它是5月份开始跌的 然后这个6月份有个反抽 当时大盘还好 然后就连续跌 对吧 连续跌大盘又跌 那么现在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还是这个这个逻辑 现在呢 现在是5月份嘛 对吧 就是到了6月份 有可能就是 因为它是先跌嘛 反正就是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个股先跌了嘛 就是正单先跌了嘛 对吧 所以在这个正单跌的时候 指数可能还会有反复 因为你下来了以后 它还会有反弹 但是最终 也会因为持背股的陨落 整个市场 它还会经历一次调整 就是我们讲的指数也好 高位的板块也好 都会经历调整 这个是差不多的 就是大的结构上 应该说是差不多的 对吧 那作为我们应对的话 就是 我也说了 就你先别管 它一定是走出哪一种样子来 因为当中的细节不尽相同 但A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说A股大概率是什么 就是 都是复刻过去的这个种结构 只是说那个过程不太一样 因为每一个时间段的环境不一样 对吧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就很简单 第一个指数不能协同 我们就看最弱的 最弱的什么时候起来了 因为进攻的时候一定是最弱的 就是弹性最好的 现在最弱的双创指数 反击了它才有进攻的欲望 上证指数这个强 它是没有进攻欲望的 上证指数更多的代表的是防守 对吧 所以那我们只有看到进攻信号的时候 再出击 这是一个就是双创指数 第二个是什么 要有成交量来做保证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你就别跟着别人去讲牛市啊 哎呀我们要怎么什么样啊 对吧 就这么说吧 就是豪言壮语 说了没用的 就是你得拿真金白银出来 对吧 就像我以前讲过的 哎呀这个这个男女朋友 男女谈朋友的时候 这个这个发毒诗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表态 没用的 对吧 最实际的就是什么 送辆车送套房 那你那这个确实因为代价比较大嘛 说明你还是真的喜欢别人 对吧 又拿实际行动来 那别人也相信 股市也是一样的 对吧 看好没用的 要真金白银来 那就是真的好 不是看好是真的好 对吧 变成好了 不是看好 看好都是没用的 那这个 创业版也好 科创版也好 加上 市场的成交量 只要出现了进攻的信号 那你就进去做的时候 市场龙错力低 给你的这种 呃 体验感也非常好 那现在这种肯定是不行 对吧 现在也就是短线打打夜 就是随便玩玩 最多了 不玩也行 对吧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这种板块 有什么更好的持续性 电力板块 虽然我讲了很久了 但到现在我觉得 也只剩下短线 就呃 这个正好讲到电力 对吧 电力板块 没有走完 肯定是没有走完 对吧 包括一些出 有出海逻辑的 应该是没有走完 今天电力是 这个低开 往上的嘛 对吧应该电力板块 没走完 明天最多我觉得 就乘一下嘛 我确定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根下影线 那后面应该还会 还会就是 电力板块还会有这个回头 但是呢 走到现在这个程度 就走了这几天 来个讲 那么后面电力板块 也就是说 可能更多的变成短线机会 也不能说什么 是个中长线的机会 对吧 因为电力板块要讲了 将近一个月了 所以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房地下板块呢 那么基本上我昨天也说了 宣告就 这个地方肯定是 就是头部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也进入到震荡 或者调整 今天呢 实际上他就是反凑一下 五日均线 而且今天很明显 早上比如说房地下板块 这个 然后呢就是 新能源赛道 对吧 这个各种的这个电池 然后呢 这个消费电子的AR手机 这个就是 包括到了那个 下午的时候旅游也拉过 对吧 旅游也拉过 那个长白山差点拉到涨 所以是碰到涨停吧 对吧 碰到涨停下来的 那么旅游板块也跟大家说了 可能还会有反复 市场不太好的时候 它会反复 其实就是这个 对吧 像长白山这种也只能是套利 因为我说 我明天要 明天就出去嘛 对吧 所以我今天也把它弄了 也没了 对吧 全部弄掉了 所以这种呢 反正就是做做套利 就做做套利 对吧 那么反正就是 今天就是整个 一个下午就是一个种乱 然后呢 然后有那个 叫什么固态电池 对吧 有利好消息的 金龙渝 打仗长停又被砸下来 那这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写照 整个 今天的这个各种各种的 对吧 早上房地产也拉过 这个实际上 这个 叫什么 那 这个盘中的半导体也拉过 对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 反正就是 一顿 就是 轮流的拉吧 对吧 但是呢 没有看到特别强的 对吧 今天唯一强的就是 有色的 啊 涨价类的这些东西 待会儿我来讲吧 对吧 就是各种东西 那么今天 涨得比较好的就是 乌嘛 对吧 呃 涨价概念 那么 还有什么呢 就是 像 华育 矿业 这是T 对吧 就是小金属里面的T 也是的 基本就是这一类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白银啊 黄金啊 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今天的这个油色 涨得特别好 然后带动了什么呢 煤炭啊 石油啊 当然最近的这个 国际油价是上涨的 啊 然后会不会最后发酵到水泥不好说 对吧 据说水泥的价格现在开始涨了啊 水泥的价格也开始涨了 那么 这些呢 反正就是 嗯 周期性的品种啊 就是周期性的品种 那其他的 呃 我现在来看了一下 我今天收盘的时候看了一下 其他的啊 看了一下 呃 我觉得医药板块快要反弹了 好医药板块又回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平台这个位置了 对吧 反正医药板块呢 我个人认为是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到了这个这个地方 就差不多了 就知道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要反弹了 啊 就到了这个这种地方 就要反弹了啊 就差不多吧 就是这种地方了 就想了一点 就这种地方就应该要反弹了 对吧 反正现在就是轮流嘛 跌多了东西会反一反 那么反一反 大家记得了 就是你只要反弹没有成交量 就没息 对吧 就这种成交量肯定是没息 就是医药 医药医疗吧 快了 因为半导体也轮到了 对吧 还有呢就是那个 光伏啊之类的 那么 跟大家说一下 呃 现在来讲 你只能是做一些短线的 做一些套利的 对吧 你作为中长线的 我也不建议你去盲目加长 盲目加长 好 那讲两个东西啊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就拿光伏来讲 光伏呢 反正就 就我们肯定是讲最强的东西了 比如说3000 93的这个金刚光伏 对吧 金刚光伏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我做了金刚光伏 当时对吧 但是我这天就泡掉了 我这天就泡掉了 那么 光伏是什么情况呢 就这个光伏 金刚光伏啊 这些当时光伏是什么 就是当时有这个政策 什么政策呢 就是 嗯 那个 就是 嗯 管理层鼓励什么 光伏企业 最早的是锂电池 对吧 锂电池的这个就是供给车改革 然后鼓励光伏企业呢 是什么行业内的兼并重组 那么这个是官宣的 对吧 就这个这个确实是有官宣力好的 所以你看 他涨了一波 对吧 就涨了一波 然后回调了 昨天昨天市场不好 他率先起稳了 对吧 那你看他就是一个回头 拉了一个回头 今天又拉上去了 对吧 创了一个新高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套利的 啊 这个就是可以套利的 这就是 这个光伏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对吧 之前呢也是他很强 他只是昨天是起稳 那今天也是最高 也打到涨停了 对吧 也是创了一个新高 有套利的 那么套利是代表什么呢 套利代表的就是 现在是有这种官宣的利好的 这种板块 个股对吧 第一波拉上去的 你看啊 当时光伏强了两天吧 对吧 然后他调整了以后 你看他又做了一个回头 我在我在那个周日做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了 我说什么 当一个板块你能看到他至少也涨了两天的 那么你还能去在后面去做低息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 一定是要有政策利好加持的 那么之前的房地产也是这样 对吧 那之前的房地产也是这样 那么光伏也是这样 那像这种没有政策说话的 像什么910C啊 华为这些对吧 就很坑的 就是非常坑 就没有什么政策来给你这个特别的加持的 就是比较坑 所以这种就是纯传闻的 纯小表格的 那么就不碰 对吧 那么现在要碰 现在又是什么了呢 现在有的是那个半导体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半导体板块 对吧 那半导体板块不管怎么样 也走了两天 对吧 放量两天嘛 我们今天是数量回调了 所以呢半导体板块回调 那半导体板块的回调 那些好的品种 对吧 那么 没事了 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的 半导体板块里面好的品种也可以考虑 低息就行了 对吧 那奇闻的时候去低息 因为他还会来 那么 确实他昨天 昨天的时候 这个网上拿 打的时候 其实就碰到了这个压力去了 对吧 你上也上不去 他肯定要回来的 就今天勉强冲呢 也要回来的 那么这个是半导体 那么半导体呢 嗯 这次的利好是实实在在在的 因为昨天我也说了 有部分学员 因为两边听课 我这里再强调一下啊 半导体板块这个利好是实实在的 它就是大家官宣的 国家级的 对吧 第一个呢三期的这个基金的注册资本 是大于一期跟二期的总和的 这个毫无疑问了 对吧 然后呢 二期的退出时间是2025年 如果按照参照 当时一期退出的时间 对吧 那么毫无疑问 明年应该是半导体的牛市 因为它退出就是要拉的嘛 对吧 要拉半导体 那么再加上这次的头像呢 也很明确 对吧 除了材料啊 这个设备以外呢 主要就是来自AI芯片 跟这个存储 对吧 存储芯片 这两块 那么这些呢 反正就是 因为你看它投入 三期投入的总量 你就知道了 对吧 再加上呢 有六个银行 国有银行的这个 这个加持 对吧 而且国有银行都说了 它自己参与了多少 对吧 占比多少 那么这个其实规模是挺大的 所以呢 从半导体的角度上来讲呢 本身的半导体板块 现在大家也知道 正好进入到一个 就是我们说 整个半导体板块 要开始出现 底部反转的时间点 但我觉得今年 今年啊 国泰会直接 就是下半年是一个准备期 就下半年应该是一个 资金的建长期 而并不是一个 叫做半导体的组生行情 就是牛市组生 应该正常来讲 它的牛市组生是在明年 或者最快 也要到今年的四季度 好给大家说一下啊 理由是什么 对吧 那讲好 讲完半导体 就半导体是硬件了 那我们来看软件的软 就是看软件部分 对吧 就软的部分就是软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软件 大家来看一下啊 软件 软件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 软件是什么 软件就是走到最牛的那一波 就是去年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2023年课程当中 就过了年的时候 对吧 过年时候讲的是吧 叫做人工智能AR 就这一波就人工智能AR 对吧 就是涨的软件 那么实际上软件 是什么时候建的仓呢 就资金什么时候进入的呢 实际上就是在2022年5月份 看到吗 5月份6月份 他走了走完 就是他做了一个建仓 就由资金开始介入 然后呢洗了三个月 一二三 到10月份的时候再启动 到10月份的时候启动 启动完了以后呢 在就拉了 开始拉了 然后在这里因为他修正 修正均线嘛 然后呢 拉了以后 这是第一波嘛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第一波的上涨 对吧 第一波上涨以后呢 那又回袭了两个月 然后呢 在过年的时候 对吧 因为人工智能AR的关系 启动了组成了 那么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次的半导体 也是这个结构 也是这个结构 所以不要急着说 马上就要介入 现在肯定是有资金去进去的 这些资金进去以后 来回袭的 会很难受的 对吧 甚至个股也是一样的 那么你到时候要等到 今年的四季度 对吧 就四季度就十月份以后嘛 你要等到今年的四季度 或者说到明年的时候 你要去看有什么东西做 这个催化 就是消息面上也好 政策面上也好 还是全球的这个市场 对吧 消费电子这个 起来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全球共振了 如果是消费电子起来 那肯定是全球共振 那那个时候 它就容易走出主升浪 主升浪 也就是说半导体的主升浪 很大概率是在明年 我先这样预言一下 对吧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了 A股的历史啊 经常是重复的 就是相同的 这个东西 它会在不同的板块里面 发生 就是比如说 过去是因为软件走成这个样子 结果呢 明年是半导体走成这个样子 它只是换品种 但是很多结构上是相同的 甚至连时间上都是相同的 就是我们先要把这个预案做好 一旦市场给出的走势 跟我们的预案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就知道了 你能第一时间赶进去 吃到这个半导体的主升浪 对吧 所以 反正这就是 这个一厢情愿了 对吧 希望是这样了 先这么写了 那万一对了呢 那万一对了就是 我们肯定不会吃亏 对吧 所以这就是半导体 所以现在半导体呢 短期的半导体 有差价可以做的 跌下去不要怕的 就是可以去拿的 特别是明天 如果半导体板块调一下 明天可能是个先手 对吧 反正后面等着就是 再来一下就OK了 好 这个是指的是半导体的 就是你们要做的话 反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其他呢 现在看不到什么 每天反正都是有盘中的一些小作文啊 有些什么消息啊 可能会拉一拉弄一弄 对吧 那么 接下来呢 就讲一下那个 讲一下那个 两个技术 两个技术 好 最近长得比较好的 那个就是T 小金属的T 叫华育矿业 华育矿业 连续三个涨停板 那么 有人说呢 我能不能买到这样的品种 第一个它是不是在日线上 形成了多头排列加趋势 没错吧 然后T的涨价大家也知道的 其实就是 我不说你们也可能在公众上知道的 然后你在线下学过的人 线下学过的啊 我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我们先不看日线 日线我说一下吧 日线我说一下 日线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叫什么 阳线多阴线少 阳线大阴线小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吧 这肯定是什么 好的状态了 对吧 就肯定是好的状态 你看阳线涨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军架线之上的 对吧 基本上就在军架线之上混的 跟它肯定是好的了 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军线也是多头排列的 阳线也小 阴线也 阳线也大 阴线也小 对吧 然后一个是多一个是少 对吧 然后呢你看这种都是T量柱 对吧 好 那么 这是日线 来看一下周线 看一下周线啊 周线是不是交国的 这个周线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周线是就是 今年这个 就是 这个 年初的时候嘛 对吧 这一波炸下来的 对吧 炸下来的 这是一个坑 对吧 然后慢慢收复 到了 到了上周 就到了上周的时候 这是我专门跟大家讲过的是什么 看到啊 到上周啊 近端坑 这是远端坑 全部过掉了 全部过掉了 然后呢 又赶上涨价概念 赶上日线的多头 就是就是这种已经开始慢慢慢慢上了 对吧 所以现在变成了主神了 三个掌停满了主神了 如果你 学过的话 你是能够赶得进去的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的 跟我当时跟你举的例子 万丰奥威是一模一样的 它只是不同的品种 它只是一个就是涨价概念的品种 万丰奥威是这个当时的万丰奥威对吧 当时的万丰奥威 在这个地方讲的对吧 万丰奥威只是什么 万丰奥威是当时的低空经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最终走出来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是吧 它结构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学的东西呢 就别忘记了 别老是忘记了 又还给我了 没事的时候呢 多看看 对吧 虽然行情不好 你可以空仓 你可以不做 但作为短线的人来讲 作为做短线的人来讲 或者说甚至于你做趋势的人来讲 你每天还是要做功课的 你每天要去看的 因为我是不会闲着的 我除了要这个外出对吧 出差什么的 我基本上就是不交易了 不然的话我肯定是都是交易的 你别以为我不交易 因为你不交易是没有手感的 你作为短线来讲 你不交易是没有手感的 对吧 没有没有手感的 好吧 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 你温故 温故之心啊 对吧 别忘记了 学的东西别忘记了 又又还回来了 对吧 每天该做的功课要做 因为我现在不太会跟你明说点点股票的 对吧 但你就别忘记了 因为对你来讲 你自己去实践的话 要远比我跟你讲来的好 对吧 好 这是这个华语华语矿业啊 那么 后面还会有这样的股票 对吧 他就不一定出在涨价概念了 新的题材起来的时候 新的概念起来的时候 麻烦看看 多看看 多在周线上看看 我还只交了周线了 明年还要交月线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你一步步来 你周线搞不定 你月线更难了 搞起来 云头转向了 好吧 那 这是华语矿业对吧 然后呢 杨凡星产 对吧 杨凡星产当时呢 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是第一个版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半导体嘛 就是这个叫什么 光刻胶嘛 对吧 是吧 光刻胶 这是它的分式 第一个版的分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好 那么当天我做电视节目 跟我给大家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收品 都明确说了什么 我说半导体板块不是一日游行情 不是一日游 因为它是有这个这个三七大基金来决定的 那既然不是一日游 那么作为短线选手 杨凡星产是一定要找机会上的 或者说你要盯着那个信号 有没有上的信号 对吧 有没有上的信号 有没有 有 我就得上 为什么 杨凡星产 当时有几个嘛 对吧 一个是杨凡星产 还有一个是什么 那个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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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蓝什么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 下次想不起 就是蓝色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 有有有有这个 就是三个票 对吧 就是相对来说是能选得出来的 就是这个 呃 选三个票吧 嗯 一个是 嗯 杨凡星产 一个是蓝 蓝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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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蓝鹰装备 也是这种 第一天也是这样的 对吧 只是他们的 涨停时间不一样 蓝鹰装备是后面涨停 还有个是吧 龙大感光 对吧 龙大感光嘛 这个都还行的 就是力度还行的 对吧 龙大感光呢 市值稍微大一点 都是尾盘涨停的 那么当然第二天 我们就是看 这三个股票里面去选了 选最强的 因为他本身第一天最强的是 那个什么 杨凡星产嘛 杨凡星产最强 那么昨天开盘的时候 谁最强 也是杨凡星产最强 也是他最强 对吧 他开的最好 我呢 是因为看集合竞价的 我就直接上去了 集合竞价就上的 因为我看到集合竞价是最强的 对吧 而且是那个资金进入的量也最强 好 那么买了 买了 买了以后呢 反正他就冲高回落 对吧 好那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是他的 就是冲上去的量 然后回踩的量是不是很小 绿柱是不是很小 然后他又拉了一笔 这笔拉伸 这跟红柱是覆盖了前面两个绿柱的 然后他又落回来了 对吧 是不是落回来了 你在看落回来的时候 你看落回来的时候 看到没有 成交量非常小 就是就是回回来的时候量很小 跟这根红柱是没法比的 也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回落更多的像是日内洗盘 所以我在这里加了一笔 就在这个地方加了一笔 然后后面就涨停了 对吧 当然下午开了一下 但这个还是很强的 那么 这个票就基本上有溢价了 对吧 今天肯定有溢价了 所以你看啊 怎么选怎么买 首先判断他是不是一日有行情 如果是一日有行情 是不能买的 因为你买了 有可能从高回落 第二天就是递开 如果判断他不是一日有行情 哪怕炸板 第二天有可能会什么 就是再给你拉一个 拉就是反拉一个这个上影线 那你也可能就是不亏出来 或者说小赚出来 然后呢分时上 都交过了 这个分时技术都交过了 对吧 但是我说了 所有的 我交的这些分时的东西 我交的所有的这些分时的东西 只能用在龙头品种 只能用在强势品种 只能用在主流板块 你别什么股票都用啊 没用的 那些底下的股票 不能用的 我再说一下 那些什么底下的股票 涨都没涨的 成交量都没有的 不能用的 用了害人了 害死你啊 对吧 用了肯定就是你自己吃亏啊 我交的都是那些 已经要有逻辑的 要涨了 对吧 就有点像人家已经站在跑道上 来起飞了 你才能用 或者已经飞了 然后你要想办法 这个挤进去 那么 大家自己看啊 对吧 你自己看 这是我真 我自己的交易啊 这是我自己真实的交易啊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案例分享啊 下次还会有这种机会啊 你自己搞定啊 对吧 你作为短线的人 做不到这种 这种股票 你是不合格的 我再说一下 你做不到这种股票 你是不合格的 你不要说你自己什么 做短线的 对吧 我思路都给你了 明跟你说了 不是一日有行情 你都不敢上最强的 那你要等啥 对吧 就像金刚光复这些 我都做的 那个什么 前面还做过那个了 这个这个 那个叫什么 300162 就是我都做的 雷曼光队 都做的 只是抛澡了 就是抛澡了 都做的 对吧 就是那个玻璃机板嘛 对吧 龙头 你不可能不上啊 这种品种 不然你就不是做短线的 对吧 好那 继续啊 那么这是昨天的买的啊 这不是昨天的买吗 对吧 你买完了嘛 反正买完了就这么回事了 剩下就交给市场了 好那 剩下就今天的卖了 今天要说那有 到底有没有卖的信号啊 当然我今天肯定是卖的 他涨定我也卖 对吧 因为本身就是 现在这个市场的高度肯定就不够 对吧 涨定我也卖 那么我们先不说涨定嘛 还有加上明天外出 那今天有没有卖的信号啊 给大家看一下卖的信号啊 看一下啊 卖的信号 早上 开盘 对吧 这种肯定是有冲高的 你不用想的 他又不是低开了 他是高开的 你别搞错啊 他不是这里下来 就是低开 他是高开的 看涨幅 人家高开了四个多点 对吧 那肯定有的冲的了 好那我怎么知道冲 冲上去还是冲不上去呢 是冲十个点 还是冲二十个点的 不知道的 对吧 好大家来看啊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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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柱体 红柱体 一根比一根小啊 对吧 是不是一根比一根小 好那我们再来看 回到这里 叫过的啊 回到这里 我们就买买力道看吧 一样的啊 就是实际上你是要 因为我是会看那个就是 这个挂单嘛 对吧 好大家来看啊 这是冲上去的第一波 高点 大家看到没有 买是多少 买是1520 卖11 1240 代表什么 就是买盘大 冲的时候是买盘大 卖盘小 这就有脱单的嫌疑 这个交过了吧 这就是有脱单嫌疑 但这个是第一高点 不知道的 对吧 他有可能回一回这又上去了 是不是不知道的 好 那你就等一等 然后他又回来 再冲了一波 冲了一波 大家看是不是红柱特别小啊 比这两根绿柱都小了 这基本上确定是顶了 就是一个至少是这个日内的这个短顶了 好 我们再来看啊 这这看到吗 这个柱红柱特别小 底下看到没有 然后你再来看 那个时候的尾买是多少 是490 尾买是213 这是明显的脱单 这个底下 因为当时我就看着的明显是脱单的 上面的挂单小 底下脱单大 这个地方就是卖点 就是我的卖点 好 对吧 这可以是你的第一卖点 就是所谓的第一高卖点 你可能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好 然后呢 看看能不能画线啊 画一下 你看能画 对 这个不行 画个线段 这是你的第一卖点 对吧 然后什么是你的第二卖点 这已经是第一卖点 然后它下来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像颈线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这个位置吗 就当时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价格 对吧 就是跌下来再拉上去 对吧 就回席再拉上去 这是第二的 价格是多少呢 价格是十一块零五分 对吧 就大概是十一块零五分 这里的价格是十一块两毛巾 就十一块零五分 好 这个上方 你看我这里画完了 就在这里画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有点像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一个皇冠 对吧 就像一个小的皇冠 对吧 有点像一个小小的皇冠吧 没错吧 好 这就是著名的皇冠点 就分时尚的皇冠点 那么一旦跌破了这个皇冠点 你就应该清掉所有的仓位 如果你今天想跑的 你就清掉所有的仓位 后面都跟你没关了 哪怕是人家说 哎呀这是又这个洗盘 又空你 你也泡在一个相对高位了 无所谓了 你就可以走了 是吧 现在来讲啊 拉伸的时候 红柱一根比一根小 对吧 最后反抽的时候 红柱最小 底下脱单 加上皇冠点 你不走 没理由 就你今天想抛 你肯定要走 我们讲的是今天啊 我只讲今天啊 你别到时候说 哎呀你看 你走了呢 他调了两天又新高了呢 这跟今天没关系 听明白吧 这是短线 你今天就是要走的 以后他 比如说过两天他回落了 我再把它买回来 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吧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说的是今天 你要走的时候 你就能买到一个 比较相应好的位置 黄冠点 看清楚啊 这叫黄冠点 你画根线就知道 就像一个黄冠一样的 对吧 黄冠点 脱单 加上升的 就拉升的时候 红柱一根比一根小 就代表什么 卖盘不计啊 就这么回事了 大家蜂拥而入 都想卖的话 怎么可能这么小的 红柱呢 就很很简单呀 对吧 他用很小的单子往上打 对吧 来诱骗 向最高的人 就这么回事了 是吧 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这个是 今天要教的东西 对吧 因为我觉得行情不太好 讲的很仔细了 已经 已经讲的非常仔细了 如果你想 做短线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自己要搞定要盯 我也是要盯盘的 所以为什么 有的时候时间都不够 还要画单子 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都是挂 都是挂 我今天 正好 我正好有一个学员 对吧 我当时我跟他说的 因为我也来不及 我看他拉了以后 我来不及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之前买的那个 对吧 来不及 我看拉了 我来不及 我要看其他的股票 我就让他挂了一个 十八块 十五块八毛 就是 涨停板下的一分钱 为什么 我挂涨停板呢 我怕他瞬间从涨停板 还不一定排得上 对吧 怕这个事情 因为今天就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知道 就是我能感觉这个股票今天能充涨停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充的时候量放在那里 看到吧 充的时候的量在这里 很明显的 对吧 放量 就是我们说T字量 就能看得出来的 这个股票是要充的 对吧 那一般来讲可能会去充一下涨停 瞬间充下涨停呢 你挂在涨停下一分钱是肯定能成交的 对吧 这个 就是 就是因为 前面买的嘛 低吸的 对吧 就是因为判断说 这个 其实也跟大家交流过 对吧 我一般反正就是选的肯定是要前面好的东西了 就是跟大家交流什么 我说 这个半导体板块涨的话呢 会辐射到这个消费电子的 对吧 那实际上消费电子确实就辐射了一下 只是说现在行情特别不好 对吧 就是只能说套个力就走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跟大家讲了 那你看过了涨停的股票 对吧 你看过了涨停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种也是一样的 你看过了涨停的股票 对吧 就是你看它拉的时候 就是涨停的股票拉的时候 就是量能足迹放大 看到吧 对吧 涨停的股票 那最后冲上去了 就这种 就这种冲涨停的时候 你看 就有量 对吧 这里都是有量 都差不多的 就是都差不多的 看到吧 就是涨的 那么反过来呢 就是冲高回落的票 冲高回落的票 看到了 拉的时候量一波币不小 到下午这种就明显的 这是不可能的 最后这个量就是还是跑的 你这个量冲不上去的 对吧 这就很明确了 对吧 来回做黄冠定 这又是个黄冠定 当你看到这种黄冠定 你就知道了 你看黄冠定 这里又是脱单 对吧 看到吧 这里又是脱单 看到吧 对吧 就是这种脱单是很明显的呢 就这个地方是脱单 很明显的 对吧 就是六十零岁的拉上去 这种脱单 就很明显的 所以呢 就是 怎么说 当你反正 手里的股票要卖的时候 你自己要盯一下 对吧 你买的时候也盯一下 卖跟买正好是相反 所有的技术标准都是相反的 那么买的时候呢 特别说短线 记得 永远是买最好的 别买那些烂的 对吧 那么 买卖的时候呢 你当这些东西当做一个依据 犯错的概率就会减少很多 好吧 那因为时间关系吧 今天因为就多讲点 对吧 周五 周五每刻嘛 要周日的时候回来这个拿上 其他方向现在看不到什么 什么机会 对吧 后面两条也小心点 那么 这个半导地板块 如果后面有回调 可以考虑 就强的东西还可以考虑 强的 什么是强的 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了 什么叫强的 对吧 那么最近的 最近的好的东西呢 都是在20厘米当中 所以你套力呢 去20厘米里面去套 还有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正单是上半年的十倍股 这是正单是上半年的十倍股 那么下半年原则上再烂 也会出一个五倍股 也会出十倍 就是一半 也会出个五倍股 那么既然 今年的趋势是20厘米 因为很难改变 所以后面有可能再出的五倍股 就是再出一个 现在是正单周期了 后面才出一个什么周期不知道 那如果出了那个周期 你要特别留意 20厘米里面有可能要出五倍股 好吧 那这个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